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這次的萬聯新聞一分鐘 希望大家在CLS、留言、LIKE、SHAR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次會討論兩個年輕球員的情況 一個是續約,一個是之前已經離開了 終於知道他去哪裡了 第一個是威廉斯,Brandon Williams 我相信大家都見過他的出色表現,也有深刻印象 基本上梭爾受傷,他就出來 有時雲比沙卡要休息,他也會出來幫忙 總之兩邊的閘位,他也能打到 Brandon Williams,他跟換聯續約 續約會到2024年 也有一年的自動續約條款 即是球會選擇自動續約一年 他7歲已經在我們的清訓系統上踢 是今年12位在英超上陣我們的清訓球員之一 這位英格蘭U20的角角 總共今年一隊踢了33場球 威廉斯就是這樣說的 續約這張簽約,對於我來說 真的是一個非常引以為傲的時刻 我和我的家人 我和我的家人都很開心 在漫緣這裡,七歲開始到現在 真的是一個夢想成真 可以上一隊,幫一隊踢球 說真的,肯定是要做了很多苦工才來到這一點 我真的很想多謝 這個真的很特別的時刻 尤其是當我第一次上一隊的時候 我亦都在這麼多球櫃裡面 這麼多領隊那裡 學到很多東西 那些教練和很多隊友都幫了很多 我就很希望可以回饋他們的信任 他們的表現亦都教了我很多 我知道每一個球員 每一個人在這個球會 都是很努力的 每個人都很努力 才可以令到我們球會繼續進步 在將來 我很開心,也很興奮 可以成為這個萬聯的一部分 蘇七阿齒都說了 他説Brandon第一季來說 真的算是相當相當不錯 我們亦都很開心 他跟我們續約 這個新的約 證明了他的努力和進步的一個結果 自從他地標戰後,越踢越好 他其實一直在清訓上來 都已經是一個很向前看 和不停地進步的球員 他在我們的清發系統裡 不停地一步一步向上 爬到上來 他亦都明白到 幫萬聯踢球是甚麼一回事 他亦都有很多質素 令到他成為我們 一個很年輕的團隊的一員 他亦都會繼續 我相信每一年每一天的操練 我們亦都希望 見到他踢 為我們踢更多的好球 Brandon Williams恭喜你 希望你可以直接 尤其是蘇爾也受傷 歐巴杯 應該如無以外 就是你這幾個星期的賽場 希望你繼續踢得好下去 下年直接可以挑戰到我們左閘 或者右閘的位置 另外一位 我們上廣的年輕球員 不過就離開了我們 就是Angelo Gomez 高美斯 他之前已經決定不跟萬聯續約 最初我都以為 難道他去好的球會 或者起碼有些正選的球會 誰知道真是奇怪 結果他簽了法甲的李爾 但第一時間 就外置回到一隊 Ball Vista的葡東亞球隊 其實我真的幾不明白 這位19歲的球員 離開了萬聯 竟然會這樣 因為我一直都以為 他會在一些 起碼頂級聯賽中 踢一隊 真的很奇怪 高美斯 7月1日 因為懸弱 離開了萬聯 大家都知道 我想我節目也講過很多次 萬聯很想跟他續約 放了一張藥很久 聽聞那張藥的新感也不錯 但結果他選擇了離開 我當時就說 咦?看他的樣子 應該有些好路數 因為他的家人 也有很多足球聯繫 但到現在的結果 這件事 你多謝一位萬聯報料 我也覺得有些奇怪 他在萬聯 五歲就已經開始踢我們了 在一隊的地標戰 就是2017年的5月 當時他是16歲 263天 成為我們球隊 最年輕的球員 在一隊上陣 這個紀錄就是1953年 我們是一位超級名宿 Duncan Edwards 愛華士的紀錄 Angelo Gomez 就破了 但很可惜 他現在就已經離開了萬聯 始終一直在萬聯 可能的機會都不是太大 他個人來說 是代表英格蘭的U17 拿過小少輩 2017年的時候 結果他從蘇西塔來到之後 只是踢過八場 所以就是 他也拿過 2017年 取得了 Jimmy Murphy Young Player of the Year 所以 其實他本身 我也覺得 我也很喜歡他的 雖然他的踢法 現在的萬聯 就對 摩連奧時代的萬聯 就不對 而且他是瘦削了一點 但我覺得他還是有些機會 在萬聯 尤其是現在的踢法 但沒辦法 結果他還是選擇了離開 但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原來離開了 他簽了李懿 如果他在李懿 有正選踢 我覺得也是對於他 那一件好事 但如果去到李懿之後 就馬上被外借了去 一個葡萄牙的球隊 我不認識那隊球隊 不知道是否好球 就算有正選踢 好像還未必是他可以發揮得很多的情況 所以你問我的話 兩位年青球員 一位就是Brandon Williams 今年就踢得很出色 另一位高美斯 說真的 有一點點黯然地離開萬聯 我自己覺得 就真的有些 不是太 就是有些不捨得的 說真的 他波底真的不錯 但結果都沒辦法 續約那裡搞不定 都沒辦法了 有時年青球員就是這樣 我們也控制不了 這次節目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好 i know you